看,天上那個就是群玉閣啦! 看,天上那個就是群玉閣啦! 呃……嗯…… 失策啦! 作為向導的我,好像並不知道通往天上的路在哪裡… 嗯…… 不過,既然要去群玉閣,那直接在地圖上找群玉閣的位置也是很合理的! 一定是在附近就有上去的辦法吧!我們找找! 快看,這裡有機關! 既然出現在對應的位置,那肯定是跟群玉閣有關! 錯不了! 咦……只能浮到這裡! 也…… 都怪風場不夠厲害,不然就能直接上到頂了! 嗯?為什麼? 否則? 哦……我明白了! 否則乾羽讓我們自己拜訪群玉閣,就說不通了,對吧? 好吧! 那就按你說的辦吧! 我們…… 啊! 先等一等! 你看下面! 原來我們已經走到龜中機附近了呀! 這樣的話…… 嗯……我有個新點子! 不如……用龜中機把你發射上去吧! 嗯……這麼說來,確實沒有考慮到安全細節 啊!對哦! 這麼說來,確實可以利用! 哦! 那就靠龜中機來找找看附近還有沒有上去的路吧! 這個世界……也在回應我嗎? 站住! 什麼人! 竟敢私闖重地! 是啊是啊! 真不懂你們在說什麼! 我們是獸妖來這裡的! 是貴客! 憑什麼這樣對我們? 不! 等一下! 難道凝光…… 他是故意的? 他假裝請我們上群玉閣,其實在這裡埋伏了千顏軍,想要把我們抓起來? 啊! 啊! 我生氣了! 那邊的士兵,你們這是釣魚之法! 無恥! 什麼? 正常的守衛任務,怎麼就無恥了? 一派狐野! 總之,先把可疑人士控制起來再說! 要來了,把他們統統打趴下! 不好? 摸騰一下… 沒有禁止了 wiele人! 光閃! 燈火! 這麼繁 scholarly男人 完全開關! 超級逼個不從… snip initiative! 不處理招待在這個狂電運動嗎? 別離開派狂飛… 不處理… 太突然才只出說了奇繩! 在那里 进攻 消失吧 任何任何马 败了 双方 攻击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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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 随风而起吧 扔回扔回 走開 眾生 何時喧嘩 柯勤大人 這兩個怪人突然出現 似乎對龜中姬有所圖謀 你 你說誰是怪人 嗯 你們要上群裕閣 你們是誰 我們是收邀請的客人 想找黎月七星 你又是誰呀 真巧 我就是黎月七星 我是客情 黎月七星之一的玉恆星 我知道你的事 旅行者 你是凝光的客人吧 沒想到會在山間偶遇 哇 我也沒想到會在荒郊野裡 遇見有錢的大人物 天橫谷成員的龜中姬損壞 卻在一夜之間修復完好 我在這裡原本是想調查一番 這些千顏軍只是負責守衛現場 不是來抓人的 原來是誤會啊 嗯 真是完全沒想到 話說回來 仙人所造的機關 居然有凡人能修好 這即使對七星來說也算一件奇事 嘻嘻 那個是 咦 哦 對了 這位玉恆大人 你知道天權大人 為什麼要邀請我們去群玉閣嗎 叫我客情就好 寧光約你見面 我想 無非是希望拯救蒙德的英雄忠利一些 至少 不要完全站在仙人一方 我們可沒有站邊 我們和那些仙人聊過 他們也是準備庇佑禮月的 你說的庇佑 就是指那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嗎 誒 因為你們是凡民 是他們庇佑的對象 所以他們不會把你當作 有能力刺殺神明的刺客 所以他們一定也覺得 寧光封鎖現場 盤問凡民 追捕刺客 這些命令全都是無用功 甚至是在掩蓋什麼 我直說了吧 這是在小看人 你這麼說 確實也有點道理 不過像你這樣 不敬仙神的黎月人 我還是第一次遇見呢 哼 我是要敬他們時間觀念淡薄 又對凡人心存傲慢 所以暫時 還不會對我們七星出手嗎 算了 我不該這樣談論仙人 不敬仙神 只是我個人的態度 寧光就絕對不會說這種話 總之 我也承認 這一次仙人們的行事 已經足夠克制 帝君遇害 實在非比尋常 面對如此超出常理的事態 他們仍然願意召集仲仙商議 沒有直接打來 這還挺文明的 真叫人意外 銀光那個人呢 在他眼裡 最好萬事都能做下商量 但這是不可能的 仙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如果連黎月七星都不敢正視這一點 那黎月的未來要怎麼辦呢 嗯 又是一句非常大膽的發言呢 那就嚴禁於此吧 其實我本來沒必要說這麼多 但你是很好的聽眾呢 旅行者 好了 你們該去群玉閣了 要準時哦 因為求見寧光的預約 都已經排到明年了 黎月的頂級富商們 都把登上群玉閣 當作從商生涯的無上榮耀 人人都帶著好禮 只為從凝光手中 換取些許好處 好…好處 可是…可是… 對了 見面裡也是黎月的珍貴文化 我們不是為了好處 是為了尊重黎月的傳統文化 好了好了 要送什麼見面裡你們慢慢想 我先把去群玉閣的方法告訴你們 其實你們不必來天恆山的 回黎月港去吧 到月海亭找引路人 然後如此這般 那麼…我們有緣再見吧 旅者 那位玉衡星雖然不盡仙神 但我覺得 他是個相當洒爽的人呢 對了… 要給寧光送什麼見面禮呢 我想想… 對了… 昨天我睡覺的時候 夢見了一道無比尊貴的點心 唐霜史萊姆 我有預感 他很適合寧光這種身份的大富豪 我們就用這個當作禮物吧 用皮卡的感覺去做就好 快去搜集材料 事不宜遲 榮華富貴在等著我們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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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那隻史萊姆 看起來特別晶瑩剔透 特別好吃 就是牠啦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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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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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 是从那个遗迹里发出的声音 是那些盗宝团把什么人关起来了吗 你做了错误的选择 有机可撑 光板 腾火 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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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 二公里 猎人 成了猎物 多谢阁下出手相救 否则 我就要滥在牢里了 那些道宝团 心情好 就修剪一下那几碰甜甜花 心情不好 就修理一下我 小事一桩 小事一桩 千万不要太感谢我们哦 我明白我明白 谢离自当备着 别这么说 多亏了您 我才能逃过一劫 我是离岳港内 明星寨的供货商 孟丹 平时常在山里走斗 四处搜集古斗 没想到 这回跟盗宝团看上了同一座遗迹 一不小心 就被抓住官司来了 唉 这位恩人 您手头还缺什么吗 古董 针丸 各色百贱 只要您要 只要我有 等等 我们确实在找一件东西 哦 是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可以装礼物的盒子 要漂亮一些的 嗯 用来放点心的那种 这当然有 做过完的 怎么能不被礼盒 明星寨里 自有七国第一流的送礼包装 您等着 我去跟老板打个招呼 您什么时候需要 到店里 直接找他就行 太好了 我们的糖霜史莱姆 有豪华包装盒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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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客情交道 现在应该这样说 你好 这里卖月亮吗 是的 要几个 数量不方便透露 打得好 二位请由此登革 对了 对了 二位就是宁光大人今天安排的客人吧 嘿 没错 但这不是客人的暗号 而是玉衡特许的暗号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玉衡特许的暗号 还有 四位 有 三位 对了 三位 有 三位 我请二位来,反倒让二位费心了 不费心,不费心,嘿嘿 很高兴你也喜欢他 这座宫殿浮空的位置高于一切山脉 从这里能清楚地看见黎岳岗的全貌 从雪座生意的年纪起,我就开始为他积攒建造资金了 成为天权以后,我更是邀请顶级工匠不断扩建 起初,他只有房间大小 如今已能遮蔽黎岳上空真正的银岳了 我相信终有一日,他的影子会笼罩七国 有资格登上群玉阁的外客不多 但西风骑士团的代理团长与我有书信往来 对你赞赏有加 所以,从你到黎岳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散出眼线 什么? 终于在你们前往旺书客栈时,大致掌握了你们的动向 难道菲尔哥戴特老板,是你们的人? 不是的 整座旺书客栈里,全都是我们的人 在龟中基旁见了一面,对吗? 你该不会一直在天上偷看吧? 这么远的距离,偷看有些难吧 凭借耳目即可 我对你们很感兴趣,关注也是理所应当 嗯 你与仙人往来颇多 对我们不信任,也是理所当然 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要解开一些误会 你应该听说过魔神战争吧? 世上曾有诸多魔神,也曾有旷日持久的战争 直到两千年前方才终结 期间生灵涂炭,流血无数 最终,提瓦特大陆上只剩下七位胜利者 他们在败者的残骸上建立国度与城邦 开始了七神的时代 看见孤云阁了吗? 那并不是天然的地貌 而是战争期间,帝军投下的巨大岩枪 在炎枪之下,镇压着帝军当年的手下败将 未能取得七神之位的昔日魔神 不仅魔神会死 即使是陈氏七执政 两千年来亦有更迭 帝军的逝去,是黎月无法想象的灾难 但提瓦特的七神体系不会崩溃 下一位阎神迟早会出现 但我们又怎会遗忘帝军 到那时,黎月人与仙神的关系 必定会与过往不同 即使在新的时代 黎月七星也是帝军的旧日子民 向帝军举刀的罪名 你认为我们担得起吗? 那天在玉京台,事出突然 我也毫无防备 你当时在现场,应该都看见了 七星的敌人早已潜伏在黎月港内 若不采取行动,就会落于下风 藏起先祖法退是必要之举 借此,我才能转名为案,以静制动 你说的敌人是谁呀? 旅者,你觉得呢? 你和凝光在打什么哑咪? 正确的答案 外面景之虽好,但高空的风还是略大了些 二位,店内已经做好了待客的准备 请随我进来 哇,好,好大的客厅啊 从来没见过这么豪华的房间 二位随意,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也可以 啊,真的可以吗? 我请你们来,自然是把你们当成朋友 朋友来玩,当然是开心第一 诶,这就是传说中的那面墙吗? 哦,你的消息很灵通啊 因为连说书先生都在说,好多人都在求够墙上的纸张 好有名啦 因为那面墙上记录着黎月的秘密 商人对秘密总是充满热情 但旅行者,黎月的商业秘密对你来说并无意义 你很特别,你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吧 如果可能,我想获取你的信任 但假如要你,在我和客情当中 选择一个更值得信任的人 你会选客情吧 这种程度的直觉,我还是有的 我原本觉得,过刚一辙 以她那样的性格当上七星 有些事,还需要我在背后打点 但在她说出,现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果连黎月七星都不敢正视这一点 那黎月的未来要怎么办这句话以后 我心中的一些疑虑,倒是被打消了不少 不错 我不否认帝君的逝去看似对七星有利 但为了黎月 我也不能被七星篡位的流言 束缚住应有的行动 嗯 看来你从刚才开始,就已经完全明白我要说什么了 我下令封锁消息,藏匿先提 一来是为了暂时稳定局面 二来也是为了避免在蒙德发生过的那种事 愚人仲介帝君之死 已经有了太多超出外交底线的暗中行动 我身为对黎月负责的天权 对抗时也顾不得姿态优雅了 批准宋仙典仪的筹办 也只是为七星全面接管黎月 争取一些缓冲时间 嗯 果然和钟离说的一样 七星提供了仪式场地 只是因为可以利用我们达成自己的目的呢 啊 对了 说到达成目的 还有一件事 我可以说吗 但说无妨 听说送了街面里的客人 都能得到一些好处 那我们有份吗 没关系 我很喜欢直白的人 最近这段时间 麻烦你们的事情也算是不少 这样吧 作为陪礼 你可以从我这里任选一件喜欢的东西带走 好 就等着这句了 我早就想好了 我想要的是啊 那面墙上的纸片 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你不明白吗 这面墙上的纸 哪怕只有指甲盖大小 也能卖出天价 要是 要是没有撕碎的一整张 呃 我都不敢想象它值多少魔了 去挑一张吧 要最大的 怎么 挑完了吗 决定了的话 也不用问我 直接拿走就好 然后 就在群裕阁坐一会儿 逛一逛吧 旅途当中的休息 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别这么客气 请随意些 诶 忍真一看 根本不用挑嘛 最大的一张笔记 就定在最显眼的位置 好 就选定这张吧 啦啦啦 先来看看上面写了什么 哦 这里有个圈出来的地点 难道是 宝藏 或者是别的什么发财机会 我看看 编上这些字写的是 百无 禁忌录 什么什么 愚人众 研究 复制 嗯 好像 不是宝藏 这张纸上写的 是愚人众对百无禁忌录的秘密研究 被七星布下的眼线发现了踪迹 嗯 您刚刚才说 愚人众在黎月暗中做了很多坏事 比如散步流言 觊觎仙体什么的 但研究百无禁记录 算是什么类型的坏事呢 说起来 百无禁记录和你也有点关系 要不要去探查一下 诶 是这样吗 那 那我们就不去了 哦 原来你的意思是 越是不能全盘进行凝光 越是需要亲自去印证一下凝光的说法 嗯 有点超过我的理解范围 我觉得他对我们很亲切 是个好人 不管了 就照你说的 先行动吧 在去迪花州找钟离之前 我们先去这份资料里说的地方看看 愚人众是不是真的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怎么 挑完了吗 决定了的话也不用问我 直接拿走就好 然后 就在群裕阁坐一会儿 逛一逛吧 旅途当中的休息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别这么客气 请随意些 请随意些 好 等下 一路 二路 四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